你说长盛的钱不认钱吗 长盛的钱难道是大风刮来吗 站起来 怎么了 宣布一下 我们现在有个新的砍价订单 什么啊 什么任务啊 我的 我的婚礼砍价 我们家的礼服啊 都是用最顶级的面料 最高级的剪裁 那对于伴娘礼服来说呢 它有一种低调的精致 不会身边夺主 实不相瞒 好多伴娘穿上我们家的礼服呢 都从婚礼上头搭了 小姐 这件你觉得合适了吗 都非常合适啊 这个蓝的 黄的 粉的 我都特别特别喜欢 但是 这样吧 我要白色这两件 这个要多少钱啊 小小姐 这个价 您是给您最优惠的价格了 而且别人都拿不到 小小姐 我们这个成本都不是这个价呀 那算了吧 不好意思啊 用你这么长时间 我去别的家再看看 谢谢 小小姐 小小姐 就在你的家卖给你拔 那太好了 那帮我包起来吧 好的 帮我稍稍运一下 策划费我已经给得很低了 没有啊 我觉得你这个策划案里面 其实有很多费用 是用不着这样的 场景布置这一块 你干嘛选这么贵的鲜花啊 我觉得 普通的杨洁梗就挺好的 效果其实差不多的 是 这些看不见的区域 人都没有 还选这么贵的鲜花 干嘛呢 仿证花 仿证花行吧 那你们作为婚庆公司 应该有这样的道具吧 您确实这样 不太好了 就换成仿证花 还有 我记得跟你说啊 就是这个迎宾部分 我不喜欢那样的风格 我喜欢简单的 低调的 大方的 盛总啊 长盛家大业大 你小钱上 你说长盛的钱 不是钱吗 长盛的钱难道是 大风刮来吗 况且啊 每一个消费者都有权利 以最低的价格 买到他最想要的产品 对吧 对 这是我给过最低的价格了 我们呢 也是挑自己喜欢的风格 那就合作愉快 合作愉快 恭喜 恭喜啊 大叔 见 盛总 我还要说你呢 你可以啊 我在常盛看人家 说的话你都记得 当然记得 马经理 你这话就说得不对了 长盛的钱不是钱吗 是大风刮来的 长盛是消费者 消费者就有权利 以合理的价格 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对吧 你跟我说实话 当时有没有觉得 我特别的咄咄逼人 非常地不好接触 没有啊 我真是觉得啊 你的能力太优秀了 我只想把你挖到长盛了 有眼光 也很像你平时公事公办的性格 还有啊 婚礼用的餐食酒水 我就让长盛包办了 那婚礼用的蛋糕 我就请萌萌来准备 你这个吧 你让他 正宁 我们俩就要结婚了 我到现在还有点反应过来 是不是有点太快了 会 那 我没觉得我 我反而觉得 时间太忙了